长相如此诡异的女人居然是个模特 大家怎么想也觉得不对劲 可导演为了让自己的作品有些看点 竟然正是启用了这个模特 更糟糕的是 偏偏跟他搭戏的还是我们的男主阿超 等到了第二天 剧组便准备前往拍摄的地点 可行驶到半幕 导演只是讲了个笑话 众人们就笑得人羊马翻 而那个模特自然也不例外 好在很快几人就到达了目的地 可面对刚刚模特的笑声 大家不免都有些毛骨悚然 然而导演却并没有留意这些 他一心思只想拍出完美的作品 可不料就在这个途中 阿超只是转个头的功夫 竟发现那模特居然正死死地盯着自己 他被盯得浑身不自在 于是便起身准备到林子里透透气 然而阿超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自己前脚刚离开 身后就传来了一阵动静 结果等他转身一看 阿超被吓得撒腿就跑 可跑着跑着他还以为是自己看错了 结果等他停下来一看 那模特居然真的追了上来 并且对方人高马大的 怎么看都像是一个怪物 好在与此同时阿超躲到了一棵树的后面 这才暂时逃过了一截 而很快他就趁机跑回了剧组 想起刚刚发生的事 阿超怎么说也要回家 然而就在大家一头雾水的时候 那模特居然又折返了回来 没办法 阿超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拍摄 然而导演一直在拍阿超跟女一号的镜头 模特怎么看都觉得自己被孤立了 于是趁着拍摄的间隙 他二话没说就上前质问导演 然而看见模特露出诡异的眼神 这下别说阿超了 在场的所有人都意识到了不对劲 于是思虑再三过后 导演便决定带着众人偷偷溜走 不曾想就在这时 一个队员却慌张地跑了回来 大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然而面对如此荒唐的语言 导演似乎并不相信 可看见队友那慌张的表情又不像是说谎 于是几人便决定前去看个究竟 很快 在队友的带领下 几人就来到了事发地点 而等他们仔细一看 地面上果然有一处血迹 这下几人才意识到队友并没有说谎 然而一切都已经迟了 只见女人瞬间变成了怪物 并且一把就将一个队员给抓了过去 阿超被吓得不敢有丝毫停留 偏偏就在这时 他一个踉枪跌倒在地 而剩下的两个队友也早就撒丫子跑了 阿超被吓得汗都流了一地 可下一秒